今天本土病例是55,187人 那各縣市的人數今天都沒有超過9000例 其中比較高的還是在6度的部分 那今天整體全國的一個病例數是比昨天 下降了12.6% 而且在這個6度的部分都有下降10%以上 所以目前這一個逐漸下降的這個趨勢 看起來是很明顯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大概在下一週可以穩定的 讓這個本土的病例數都能夠控制在5萬例 以下 中重症今天是增加446例 那另外有154例的死亡個案 在今天的死亡個案的部分 那154例當中 年齡層還是從90多歲到40多歲 今天比較年輕的這個個案 40多歲的個案 是本身有多重的慢性疾病 有心血管疾病等等 這一些 那他是在6月4號的時候確診 然後染疫的很不幸病發的這個肺炎跟心肺衰竭的 關係 而在6月11號大概一週後的時候過世 那他有接種過兩劑的疫苗 另外在特殊重症的部分 今天有3位這個兒童或青少年 青少年的部分是1位18歲的男生 那他本身 是有接種過3劑的疫苗 那這次是在6月5號的時候 出車禍 有多處的外傷 有合併這個氣胸 骨盆骨折 主動脈跟肝腎損傷的一個情形 所以住院安排手術 但是在住院手術前呢 做的這個篩檢 就驗出有新冠病毒 的感染 COVID-19的快篩跟PCR都是養性 那因為這個整個病情的關係 需要租到家務病房去 治療 所以我們因為也驗出有新冠感染 所以我們把它列入 我們這個有收治家務病房的重症的個案 不過這一例 我們目前是歸類在這個共病的部分 他主要的病症並不是因為COVID-19的關係 那好在這一位小朋友 那位青少年在 經過手術跟相關的治療之後呢 已經有病況好轉 所以目前來講 已經 轉出家戶病房 到一般的病房去住院 另外有兩位的這個小朋友的部分 一位14歲的 女生 14歲的女童 本身沒有慢性病史 他在6月14號的時候 有發燒跟抽搐的 這些症狀到急診 那因為呼吸困難的關係 有插管使用呼吸器 做了這個頭部的電腦斷層 顯示有腦水腫 因此診斷為腦炎 那6月15號 開始到現在都住在家務病房當中治療 使用的是 包括降腦壓藥 類固醇 免疫球蛋白 瑞德西韋 還有抗癲癌這些藥物來治療 那目前 病況是穩定 不過還在家務病房當中 另外還有一位是7個月大的男嬰 這位小朋友也沒有 慢性病史 是在5月份的時候的病症 那因為最近意願 補資料上來 所以我們把它列入我們的中症 5月9號的時候開始有發燒 隔天到急診做了PCR 確診 5月11號的時候又出現像氣喘這些的 呼吸喘明的這種喘明聲以及咳嗽 當時有活力下降跟食慾降低的一個情形 所以隔日家長再度帶到急診 那這邊的檢查 就發現X光有兩側的肺炎 那因為有缺氧跟呼吸 其困難的關係 插管使用呼吸器 那另外也有使用 雷固醇跟瑞德西韋來治療 經過治療之後 5月16號已經成功的把管移除呼吸器 在5月22號的時候 已經康復出院了